小时候的青花宝宝 跟小时候的圆润 有意趣同工之妙呢 潦草的蓬蓬脸 还有这迷迷糊糊 像是喝了二两酒的小神态 真的好喜欢这种蓬蓬脸的大小猫呀 像花花 肉肉 圆润 盼青 青花都是这种长相 跟小时候的圆润一样 都是这种又潦草又迷糊的感觉 青花青露现在是在重庆涌川 已经两岁多的青花还是这样的蓬蓬脸 之前跟盼青妈妈在一起的一家三口 中间最白的是盼青 左边的蓬蓬脸青花特别的引人注目 右边是青露 其实小时候的盼青也是蓬蓬脸 她的脸巴会比同班的小熊又要大一圈呢 这是盼青小时候他们的幼儿园 盼青和哥哥宏喜 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是比较大的双胞胎了 尤其是盼青的体重 是所有的双胞胎当中体型最大的 而且在幼儿园的时候太能吃了 抢食会比较厉害 所以一岁多的时候就洗涤单间了 最右边的就是盼青 开始是背对镜头吃饭的 后面奶妈把她转过来 一对比脸巴比其他小熊又大很多 北城是因为屈膝 幼儿园女同学的奶奶被洗涤单间的 盼青呢是因为太能吃了 而且抢其他同学的吃的比较厉害被洗涤单间了 风水轮流转 当了妈妈之后的盼青就是被女儿抢吃的了 而且当妈之后的脸巴真的没有以前大了 左边是青露抢青花的吃的 右边是青露抢盼青的吃的 被青露抢后 青花的脸上和盼青的脸上 那种又蒙蔽又无了的表情是一模一样的 钢政早ie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